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修榮 拥有出租物業的朋友 都會知道稅例第1031條 給你將出租物業作交換 來達到增值言稅的好處 但是 假如你的物業不是出租 乃是屬於第二住宅 Second Home 可能是自己作為度假屋 亦都可能被親戚居住 沒有收租 所以不成為出租物業 這樣的物業 是不是可以做1031交換呢 幾年前 國稅局澄清了 第二住宅交換的問題 確定了第二住宅 在符合某一些條件的時候 一樣可以當作出租物業交換 以下為你講解這些條件 第一 第一 現有的物業需要持有起碼24個月 第二 在這24個月之內 每一年起碼有14日 是以市場租金出租 第三 屋主自己使用這個物業的時間 每一年不超過14日 或者不超過租出去時間的十分之一 交換回來的物業 亦都是要符合以下這三個資格 第一 交換物業 起碼要持有24個月 第二 交換回來的物業 每一年起碼有14日或者以上出租 第三 屋主自用的時間 每年不能超過14日或者出租日子的十分之一 假如符合以上的條件 即使房屋不是一年都出租 都一樣可以利用1031交換稅例 來得到增值延稅的優惠 我是林修榮 下次就在理財分半鐘見面